8月7日,按照今年NBA的赛之规则,胡仁队将会和未免冠军勇士队在常规赛中迎来四场对决,勇士当家巨星库里对此发表了看法。 胡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胡仁是一支全新的球队,和上个赛季相比完全不同,我还记得从我进入联盟起,每次胡仁来加滚打比赛,球馆内的气氛就直接高潮了,但作为完区的人,我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主宰接下来的竞争,勇士是最棒的。 显然,库里已经在公开放眼,要干掉詹黄胡仁了,喜讯,勇士胡仁先赛季至少打六场,库里公开放眼要干掉詹黄胡仁而就在今天晚些时候,勇士队公布了季前赛赛程。 有意思的是,勇士没有选择在季前赛中和火箭碰面过招,而是选择和胡仁打十两场收官的比赛,一逐一课,破有点提前预演继绝的意思。 这样一来,勇士将在季前赛和常规赛中过招六场,如果他们在季后赛中碰面,夹在一起将至少打十场,全世界的NBA球迷们今年真的又服了,是想NBA第一巨星人姆斯带着第一号码胡仁,和四年三冠的勇士王超,一年打上十场比赛,这画面真的不能再美了。